政府在未來的星期日開始 展開跨部門大型全城清潔行動 行動由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領導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牽頭 首階段為期三個月 重點打擊600多個衛生黑點 包括街道、公廁、街市喉行、鼠環、棄置垃圾黑點 也會關注冷氣機滴水等問題 大家覺得好像以往都來不來又搞下全港清潔 今次你會覺得為何會有成效呢 其實第一點正正是我們今次的行動是會持續一段日子的 另外就是我們希望當我們持續改善了之後 市民習慣了城市清潔 其實自然那些棄置廢物、棄置垃圾 那些問題就會減少 卓永興說會制定職效指標 但是現階段說不到具體內容 這個工作是會在三個月內完成 但是現在我們 剛剛開始不久我就說不到給你聽 一些很具體定了什麼的職效指標 但是我們在今年十月左右 我們就是會完成這個工作了 我們到稍後我們要理出一個系統出來 就是一定是要有人接波的 就是市民是不會 就是一定有一個投訴途徑 不會是投訴無門 投訴了之後或者反映了之後 就部門是要跟進的 覺得真是做不到去有效執法 或者有效調查的目的 那我們是會積極考慮要修例的 打擊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鼠患 當局會成立19隊 夜間防止鼠患流動隊 在街市晚上收市之後 防止新式暴鼠器 倒鼠在晚上來說是特別會弱的 所以我們晚上才出去擺籠的時候 尤其是那些鼠尼更新鮮 剛剛擺不久 我們相信吸引力會比 我們在日後的時候 放了幾個小時後才到晚上 那個吸引力又會大一點 色環處目前有兩千多名清潔工 外判人手九千多名 當局說有需要的時候會增聘人手 招標的時候會考慮清潔工的待遇 到了10月會展開第二階段改善使用行動 美化公共空間 改善街道設施和圓林建築等等 等